陈乔恩跟夏雨桥是安氏七叶姐妹涛 一起吃一起玩 但没想到最近被发现可能连男朋友都共用 就在安君灿的告别室那一天 被发现夏雨桥的前男友张普京一路紧紧相年陈乔恩 这难道是接收姐妹的前男友吗 陈乔恩自从跟古天乐分手之后就一直空窗 为了参加安氏七叶总经理安君灿的告别室 半夜赶回台北 但被直接张普京甜蜜接送 而且一大早还陪伴他前往搭车南下 只是两个人在车上却刻意分开坐 有一点此地无银三百两 咦他们两个怎么不坐在一起 要分开坐再走到两端 是吧 张普京曾被传过追过安以轩 后来又跟夏雨桥在一起 今天接棒的是陈乔恩 难不成他对安氏七叶成员这么情有独钟吗 夜死娱乐新闻中心台北报道